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位置 放弃了这个位置去挑战一个新的领域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了 不是像很多人想的说 我就毅然决然的有一天 把原来的工作就坚决丢掉 然后转行 不是的 其实我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心路历程 才到达这个点 当时公司呢其实是给了一个 就是早退的一个package 给公司所有大概在那边做了十年 然后年龄到达一定阶段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早退的这个package 我当时觉得就是说 哎呀在公司已经很久了 然后当时我们的那个部门呢 正在经历很多的变动 所以我看一看未来呢 我觉得其实都要变 那我不如现在就改变 那出来了以后呢 其实我当时想的并不是说 我就完全转行 我想的是说 哎我一边看看 我原来的接着做 然后一边呢 我是想去试探一下 想要不同的东西 其实那个时候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 我想要事实不同 但是那个声音呢不够强烈 那我当时就说 OK那我 我想要职业转型的话 我需要去上两门 我需要上课去 那我就一边找着同样的工作 两条路走路 两条腿走路 那我就一边去寻找这个适合我转型的课程 结果我就找到了艾迪老师这个退变营的课程 去的时候是为了职业转型的 进去的时候我发现 其实我不是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而是我要找我今后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我进去我就问了我自己两个问题 我是谁 因为以前我跟别人介绍的时候 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说我是谁谁谁的妈妈 然后在工作里面 我是会跟别人介绍说 我是HR Director 那结果我现在这个 孩子已经长大了 都毕业了 那然后工作这个帽子呢 现在我把它摘掉了 我突然要回想说 我要跟别人介绍我是谁 就是回到自己那个内心 找到我自己真正是谁 抛开我所有外在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我问 我90岁的时候 我回头看我的人生 我满不满意说 我做了二三十年的人生 我就做一个HR Director的人生 我满意吗 那个答案是 我肯定不满意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上退电影的课程 然后我还上了 爱琴老师的人生设计课的课 我就把我自己当成一个 刚从学校出门的大学生 我来重新设计我的人生 我想的是 虽然我已经过了50岁 我就可以 同样可以 别人说32例 我可以52例 我就重新过一个 不同的人生 所以当时那个想法呢 在退电影人生设计课以后呢 就越来越坚定 但是这个路要怎么走呢 它真没有那么容易 真没有那么容易 那我就是一边找工作 到9月份还真的找 4月份离职 9月份还真的找到了一份 跟以前差不多的工作 薪水也比以前高 当时非常纠结 一方面放不下几十万的薪水 一方面呢 那个内心的声音就特别强 就说我其实想要不同 但是当时其实已经在往那个 想要教育领域探索 但是当时没有人给你这个教育的工作 没有马上给你 结果我最后还是很庆幸 我自己下定了那个决心 把那个工作给拒绝掉了 把原来那次的工作拒绝掉了 然后我就出去度假 度假回来大概又晃了一两个月 终于到了11月份 以前联系的那些教育领域的 终于有一个旧金山竹力大学 我的朋友回音了 说现在缺人 夏天的时候那时候不好意思 没有缺位 现在缺人 你还available吗 我说可以 我就开始了我的旧金山商学院的教书生涯 那在这个教书生涯中间呢 我又发现 其实不对 我教的这个课呢 是有关人力资源的管理课程 在教书这个中间呢 我又发现 我对学生的这个 他们的职业发展 个人发展 我非常有兴趣 因为有一章呢 我们是教 如何帮员工做你的发展计划 到了那一章 我就开始发现 我让我们学生说 你要教员工做发展计划的话 你先自己做一份 我们来看一看 后来我发现 我就看了他们的以后 我就很有感触 我就发现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潜力 可以发展 但是他们自己 有的人没有看到 有的人是很明显的 自信心是非常的缺乏 那我就开始 用我的其他业余时间 开始给他们就是一对一的 开始辅导他们的 个人成长计划 在那个过程中 我就意识到说 其实不光我对教书有兴趣 我对他们学生的 职业发展 个人发展 也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就开始跟学校的 做学生规划的那个部门 开始联系 那我们现在正在谈 看看下面要怎么样开始合作 那第三 结果第三步又出来了 就是我突然呢 我其实在退编营出来呢 我的老师生命教练是 艾比老师 那 其实这个生命教练 我也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我一直没有想要跨出那一步 那突然呢 我就意料到 离我很近的两位朋友 都陷入这个情绪的困境 我就发现 这个需求真的很大 它真的很大 我真的很想帮助 我的朋友们 我的朋友的朋友们 所以我现在第三步 又在走在生命教练的道路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职场转型啊 它是没有 没有终点的 它是没有终点的 我的大方向是教育 但是我可以从 人力资源 走到教育 教书 然后我可以做学生的职业规划 做他们的个人发展规划 然后我现在可以做一个生命教练 如果能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影响到他们 他们变成一个很鲜活的生命 我觉得真的是 福德无量的一个事情 我知道您给自己的定位呢 是一个受害者 挑战者和创造者 为什么是这样定位的呢 是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从 变变医学的概念 就是 以前我看自己 受害 就是我十年前 我离开了 我十九年的这个婚姻 那当时呢 其实心里是有一点怨的 觉得说 我在那个婚姻里面受 是一个 有点受害的感觉 那走出婚姻以后 我就开始说 OK 我现在要变得 更好 我就开始游泳啊 登山啊 然后我就去学跳舞 那你要知道 那你要知道 我以前小的时候 是所谓的体育渣渣 我上次去一课 我是很想逃课的那一种 结果我离婚以后 就开始做一个挑战者 就我就发现 我以前觉得自己不行的领域 我的体能 我各个方面 包括跳舞 音乐 我都开始把它发展出来了 从挑战自己这个概念出来呢 我就发现我自己越来越能 那我就开始创造 那我觉得这个创造呢 最精华的体现 就是在我刚才分享的 做了一个职业转型 重新设计 创造自己的人生 我就是觉得说 我下面还有几十年的人生可以走 我每十年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人生 我想一想就觉得很兴奋 所以我觉得从受害者挑战者 再到创造者这个人生啊 是一个把自己找回来 真正看到自己的潜能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开始找到自己 认识自己 然后感觉到自己在成长 那个真的是非常开心 愉悦的一个过程 我知道十年前 您走出婚姻参与公益 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谢谢伟然 提醒到我以前做公益的时候 对了 就是刚才说到 就是十年前离开这个婚姻呢 我就开始一直在说 我要我要把自己完美自己 完美 这个所谓游泳登山跳舞 都是扩展自己 在业余时间的这些 以前没有接触到的这个领域 那同时呢 其实我的内心一直想要 能够以自己的专业也好 能力也好 去帮到别人 这个是我 内心的一个渴望 它真的是一个渴望 那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我的专业 因为我在我们这一行呢 就是这个员工福利啊 就是benefit compensation 我做了很久 所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是公认了一个专家 我曾经在 就是美国全国的 这个pension investment conference 我是做panelist 那么既然作为专家呢 我们这个 我就去说 我在这个高科技协会 我们有一个员工福利的 这个协会 那么我就去做 board member 我做他们的同事会成员 来帮助他们决定 未来的战略计划 同时呢 我儿子当时是参加这个同志军 那么我最开始的时候 是跟带他们登山 后来我发现 我的体力已经没办法带他们了 backpacking我不太行了 那么我就说 用我的技能来带他们 那我就帮同志军做课程 我做他们的培训师 培训他们做沟通技巧 communication skills 培训他们做financial management 因为我在这个金融管理方面 也很有经验 那就是在同志军的 培训他们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积累了 我将来做教育 做培训 做生命教练的经验 然后当时 国内的母校是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要在北美建校友会 那我也就是意不容达 举手 帮母校去开展这个北美的校友会 北美的校友会做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做工艺真的没有经验 还没有学会兼容很多的 不同方面的意见 从各种不同方面的角度 就在那个时候是认识了赵燕 赵燕是 就是大学的时候是西北大学 所以他也在 是我们的北美教育会的理事会 我们把他做理事长 但是跟他 共同共识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 他是特别会兼容各个方面的意见 所以当时学到了很多 我知道您还做了多年 硅谷高科技行业 员工福利协会的董事 硅谷高科技行业 员工福利协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就是在硅谷的最大型的 40多家的高科技企业 包括谷歌 包括领音 包括这个脸书 我们就是 这所有的40家高科技企业 大型的 至少是大概2万人以上的 我们在一起是 用这种会员制 办一个membership 然后就请了专门的 execute director 这个总监来帮我们 就是说大家在一起 每季度会面一次 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在公司 用什么样的战略计划 来帮助我们的员工 用是用怎么样的薪酬也好 当时主要注重的是 员工福利方面 我们怎么样帮助员工 来达到全身心的这个发展 就是我们的福利 怎么样提供 怎么样激励员工去 全方位的 建立他们的人 作为一个人的 我们叫wellness 就是全方面发展 那就是说除了事业发展 除了你身体的健康以外 那你还要有心灵的健康 还要有事业的健康 还要有你金融方面的健康 这个当时我们都是用英文 所以我现在这个翻译起来 有一点点的生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包括你的社交的健康 就是有点像我们中文说的生命轮 当时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概念 给员工 所以我们这几很多企业在一起 就是互相的借鉴 互相的我们英文叫做benchmarking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机构 您现在女儿是从UCLA毕业了 儿子进了UW商学院 自己也开始在旧金山州立大学 商学院教课了 是什么原因 让您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呢 我觉得就是离开婚姻 当时婚姻我觉得是一个困境 那我从那个困境中走出来 虽然那个时候是在追求完美 但是我也为我将来的发展 固定了道路 那么参加公益呢 它更让我内心的渴望 一步步的更加的清晰明确 那我觉得最后这一年的转变呢 更大 就是说我从寻找完美的自己 变成寻找完整的自己 这个是我在这个Ivy老师的蜕变营 他现在我正在帮他做这个公益 身心共修营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 找到这个完整的自己 看到自己原来没有的力量 真的我是从Ivy老师身上学到了一个 爱和柔软的力量 我希望在蜕变营再次跟大家重逢 第二个原因呢 在我回看过去一年的时候呢 我一直在这个公益健身平台 就是Cassie老师的公益健身平台 他已经坚持了快800天 每天一个小时 激励了很多的人 那我从他的身上就学到了一个坚持 和勇往直前的一个勇气 这个在我现在重新创造我的人生里面 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呢 其实我准备在这个旧金山大学 州立大学 我已经跟系主任在聊 就是说我要设计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的名字呢 就叫做领导你的人生 那我可能会融合我所学到的这几位老师 就是Ivy老师的这个蜕变营 还有我上了爱琴老师的人生设计课 那个是从斯坦福的那个设计理念过来的 我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想设计一本课程 为我们的学生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学生受益 能在他们这么年轻的年龄 我们就能影响到他们 让他们去领导一个人生 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 您怎么看待现在华人社区的现状呢 我觉得华人社区啊 现在就是感觉是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走出自己的家门 以前呢就是说我回看 因为我在湾区已经30年了 我回看之前早期的时候 很多人是很习惯个人自扫门前学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愿意走出家门 他不仅是要领导自己的孩子 领导自己的家庭 他现在开始走出社区 领导我们社区 在社区有影响 那我是其中的议员 很多的人都走在我的前面 所以我有很多学习的榜样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就是说不仅我们社区有更多 更多的这样的领导者 你可以领导你的家庭 你也可以领导你的社区 那这些领导者呢 可以互相的更多的连接 就是我们的政界领袖也好 我们的商界领袖也好 我们的社区的领袖也好 能够建立一个网 大家连接起来 它包括你啊 委员 你是我们这个社媒 就是能够帮助大家连成一个网 这样子我们能稳稳地 把所有的人拖起来 让所有的人去发挥 这个自己的影响力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影响力 都不可低估 只有我们自己会低估 在教育孩子方面 你有什么心得 可以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我有很多的说 第一点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 到现在能够教书 其实我已经完成了一个蜕变 但这个蜕变经过了三十年 那在孩子这个中间呢 我学到的是 爱的顺序 第一要先爱自己 第二是爱了 第三还是爱孩子 这个顺序如果弄错了的话 自己如果没有爱好 是完全没有足够的爱给别人 父母活出了自我 是给孩子最好的点赞 第二点 我们说是being before doing 就是不要关注孩子的 每天在做什么 为什么你的成绩不好 为什么你整天打游戏 不要去关注他做什么 而是他在做什么的后面 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父母特别要关注的 我们怎么去跟孩子 有一个内心的连接 我们以什么样的状态 跟孩子去做连接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孩子他在看你 做什么 他不在听你做什么 第三个就是 我们培养孩子 有一个感同身受的 一个人际关系的能力 远比他去获得一个什么技能 真正的更重要 就是我儿子女儿高中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说 你选两个东西 你去第一 你去选一门体育 任何体育 第二 你去选一个演讲 把嘴张开 你把嘴张开 你才能跟人沟通 你才能了解别人的需求 当然其实最后还有一点 就是倾听 那我觉得就是 想完这三点以后呢 我想留给大家的一个最后一点 就是孩子是我们的进步 他让我们看到自己 只是你选择你去不去看 他真的是 就是说我们要给孩子空间 让他们自由成长 我们看到孩子的长处了吗 还是我们每天只看到 他所有做不好的东西 那我以前 我儿子去在摔跤队 我就去摔跤队做了一次义工 然后摔跤队的教练就跟我说 你儿子太能干了 有领导能力 然后又把我们 又非常的努力工作 把我们这个队弄得 带得很好 我就想说 那个是我的儿子吗 他在家里面 这个房间乱七八糟 我每天要催着他收拾房间 他说的是不是另外一个 一个孩子正好是聪明 所以你看 我在高中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我自己的儿子 这个亲子的话题 我们真的讲不完 今天的时间来不及 说我最后就是说 给孩子自由 给孩子自由 千万不要逼他们 都一起走上工程师 这条独木桥 孩子有很多很多的才能 让他们在各行各业 做一位领导者 好的 谢谢静美姐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谢谢委员 谢谢大家 谢谢听众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asf